我们的生活重置着五颜六色 但是为什么一生的大褂是白色 地毯是红色 网球是黄色呢 白色飞机 坐了这么多次飞机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 几乎所有的民航客机都是白色的 为什么飞机是白色的呢 其他颜色不行吗 首先是因为上色太贵了 对一架飞机进行彩色喷漆的费用 在5万至20万美金之间 注意是美金 其次对飞机上色涂油漆会增加飞机的重量 增加重量意味着增加燃料费用 大大增加了航空公司运营成本 最后白色能够反射光的所有波段 比其他颜色有更显著的控温优势 白色也更能看出机身上的锈石裂纹等等 难怪把白色作为飞机的标准色 红色地毯 展览地毯的颜色有很多种 但以红色最多 因此经常被称为红地毯 那么地毯为什么非要红色的呢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布罗斯 在公元前458年便提到过红地毯 这是红地毯最高的历史记载 后来红地毯不仅仅是地毯颜色一种代表 也象征着喜庆和庄严 成为了人们对梦想寄托和荣誉的载体 网球 大家觉得网球是什么颜色的呢 黄色还是绿色 越杠 根据国际网球组织官方介绍 在大型体育赛事中 网球的颜色是黄色的 那么网球怎么不设计成红色黑色呢 其实最早的网球是白色的 但是网球场上的线也是白色的 电视前的观众观看体验感不好 于是网球就被设置成专用的视觉黄 这种颜色在电视屏幕上会呈现出荧光 容易被观众识别出来 蓝色牛仔裤 牛仔裤为什么大都是蓝色的 其实第一条牛仔裤是棕色的 考虑到工人在野外工作 设计师就将电缆植物液加工成燃料 给牛仔裤染色防蚊虫 后来又为了让裤子更耐脏 设计师从法国进口蓝色协蚊布 开始大量生产牛仔裤 时间一长 蓝色牛仔裤也就成为了主流 19世纪中叶 英国医生李斯特意识到 微生物对伤口的影响 于是他在自己的诊所力规定 医生还必须换上干净洁白的衣服 作为工作服 这使得病房中患者的术后死亡率 从50%下降到了15% 自此欧洲各地的医院 纷纷开始效仿他的做法 很快白大褂就变成了医生们 在做手术时的标准装束 白色作为最不耐脏的颜色 有一点血污或灰尘 便能呈现出来 这也促进了白大褂的清洗和消毒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喜欢这类视频大佬们 劳烦点赞关注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谢谢